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一只流浪狗找个新家庭 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呢 不几天小黑就 新酒员就准备过来接小黑了 然后通过这三个月 从刚开始决定带小黑出来 到现在准备把小黑交给新酒员 我发现帮一只流浪狗 找到新家的代价其实并不高 我也没损失什么东西 我也没怎么 也不会很累 然后出发之前担心的东西呢 比如被车撞啊 比如走丢啊 比如生病啊 比如他把我帐篷咬坏啊 各种各样都没有出现 我最担心的 然后小黑其实还是蛮乖的 而且是越来越乖 我在这三个月的过程当中 小黑是从一只很不会配合我的流浪狗到现在 真的很配合我 然后也会听指令 也不乱跑 真的变得越来越乖了 才养三个月而已 所以的话我发现 给一只流浪狗 找个新家的代价 其实真的小到可以 是有一点麻烦 是有一点操心 但是这些操心 这些麻烦 可以换来一只 一个生命 从此可以过上一个好 幸福的生活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很划算的 我觉得是很划算的 而且他小黑也没怎么给我带来很难 所以我通过这一次帮小黑找新家 我就有个感悟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对于未来的担心 其实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你只要去做了 你慢慢做肯定会有 会遇到困难 但是这些困难 并是可以克服的 随着你不断克服 然后这些困难就会慢慢变小 然后你带 然后小黑大家身边就 会越来越轻松 就很高兴的那一种 然后通过这件事呢 其实我是想说 我们担忧的事情 其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 然后 以后我可能遇到一些流浪狗啊 流浪汉啊 或者是要帮助的人 我虽然有顾虑 但是我也会知道我的顾虑可能 并不是真实存在 然后 因为 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我 对于以后 遇到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才会更有勇气 更有经验的去 做一些我认为对的事情 再过几天 小黑的新主缘 就会过来把小黑接走了 然后到时候小黑 去到新家庭的话 就可以过三号 好意思了 至于小黑的新主缘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要保密 但是他是一个很爱狗的人 他的最小最大的狗狗养了九年了 现在还在家 然后他自己有自己的店铺啊 生活是比较 比较好的那一种 所以 不用担心 小黑过得不好 小 小黑也会 像 小花一家一样 以后也会过得很幸福的 小黑 给大家 准备走啦 准备到新家庭啦 好了 我就要热浪先 大家 就这样吧 跟小黑 把个交付 嗯